客户收到货之后 尽快检查攻击和附件有没有缺手 第一步先装车方向把 把这个鞋块插进方向把的主管内 方向把上有一根安全线 一定要装在安全线以下 注意观看其中的标线 一开始可以先要手 拧紧牙最后锁紧的时候再用扳手 扳手是12号扳手朝上 顺时针方向拧紧 保证车头与前后轮中心垂直 盖上检修盖 盖上检修盖 下面进行刹车线的安装 先把扎带剪掉 同时将罗姆弹簧衣制取下 穿过刹骨上的定位点 装上弹簧 装上销柱 销柱中间有一个圆孔 刹车线从孔中穿过 然后用罗姆锁紧 如果摇臂比较大按不动 可以用螺丝刀顶住摇臂往前按 再锁螺丝 然后调节一下刹把 摇臂调节到刹把形成一半的位置 或者间隔一个手指的时候能够刹死刹车为宜 前反射器 将附件中的反射器拿出来 装在前叉的螺丝孔上 拧的时候不用太大力 拧紧就可以 接下来装脚灯 R是装在右边 L是装在左边 一开始先手拧 拧紧牙对准 一定保证脚灯的轴线与孔垂直 手拧紧牙 然后最后的时候用 扳手拧紧 扳手为15 15号的开口扳手 旋径方向是朝车的前方 车头方向拧紧 左右两边都是朝车的 车头方向拧紧 然后是装在左边 装法跟右边的一样 朝车头方向拧紧 最后用扳手锁紧 接下来是装防尘盖 中轴上有一个孔 最最最中心的位置 将盖子按回去 左右的装法一样 接下来装泥板的支棍 先用五里的内六角 扳手 先把螺丝拧松 拿下来 然后穿过支棍 再锁回到车架上 最后锁紧 左右两边的装法是一样的 拧松 拧松 和时把它拿下来 两边都锁紧之后 可以左右按压一下两根支棍 把泥板调整到轮胎的中心位置 把泥板调整到轮胎的中心位置 下面进行靠背的安装 先装靠背的底壳没有烤漆的那一个拿出来 有三颗螺丝 将其固定在支架的前方 从上方的第二个孔开始锁紧 有三个点 固定到车架上面 第二个孔 上方的第二个孔 先三个螺丝都稍微锁一下 不用完全锁紧 最后再锁紧 防止有一些偏之后锁不到 拧的时候要注意 不用太大的力 只要锁紧掰一下 不会动就可以 太大力之后 容易把后面的树垫拧滑 最后把后盖盖上烤漆的那一块 从前方有三颗螺丝 将其一致锁紧 即可 装的时候稍微周边都按一下 把缝合好 至此全车需要装备的部件已经装备完成 打起双秤 缓慢地加油门 练习一下控制车子 等到熟悉了之后 可以下地骑行 炸净 中文字幕 索卫 炸净 中文字幕 级炸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